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,台中陈林顾案公司彭信负责人,在台中彰化以待招揽劳工和农民办理劳保,农保案件常要求请领人洋装无法行动,以便申请失能及付,三年来共超过一千万彰化地检署货报侦办发现,请领人不但行动自如,还能骑脚车游泳,昨天发动搜索,依诈七岁,未造文书罪侦办并收押同男。 劳动部劳工保险局近期专案清查保险清零资料,发现陈林顾案公司从2014年到2017年间,以设位造文书并诈领保险金,张检助廉政署检察官李玉佩与劳动部劳保局正风市昨日兵分契录,到陈林顾案公司彭信53岁,负责人,干部业务援助处搜索。 检方调查,彭信负责人要求业务在台中彰化招揽曾受伤的劳工或农民,宣称可保证请领到比较高的保险金,要求被保险人装病不能走,关节有问题。 在带至台中某医院折诊,请一医师开出失能诊断证明,成功后可请领约2-30万不等保险金,事成固案公司再收取3成至5成不等用金。 张检搜证后发现一名因小断掉,申请给付的男子还能搅起单车游泳,根本好手好脚。 12日传讯彭信负责人,6名业务员,12名勤领保险人,与一名骨科医师。 不过彭南否认诈领劳农宝,检方已有勾串,灭阵之余,征压彭南或准其他人训后,赤回。